再来关心日本 福岛核灾的警示呢 我们也要检视台湾的核电安全 在台湾有四座核电厂 除了核四厂还在试运转当中 另外三座的核能厂呢 都已经运转了二三十年了 除了核设施会不会过于老旧影响安全 学者也很担心 台湾一旦发生了核能事故 地小人愁的要怎么撤离 可能您喝个水都需要用到电 用电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而您知道您用的电从何而来吗 但您了解台湾电力来源 目前主要有火力核能 另外包含风力水力太阳能等再生能源 日本福岛核能事件引发关注 检视台湾核电厂 目前共有四座 包含核一核二核三 还有正在试运转的核四厂 实际上这个核一厂目前运转已经三十几年 那这个在国外 国外实际上这一类的电厂都实际上 它四十年之后它研绎二十年 也就是可以运转六十年 营运四十年的福岛第一核电厂 去年刚通过研绎二十年 一次巨大天灾受创严重 学者忧心事件会重演 福岛的这个一号厂的这个一号机组 其实跟我们核一是相同的机组 整个厂全部换掉 变成一个新的吗 这个要花多少钱 那我们假如把这个钱拿去发展其他的 比如说再生能源 节约能源 是不是能够省更多 吊车出动 核一厂正在进行水闸门关闭测试 灾害发生分秒都是关键 在核能厂总体检同时 更要检讨核能事故发生 如何应变以及疏散民众 在这个核电厂周遭五公里范围之内的民众呢 政府有这个责任 要去教育他 跟他做宣导 让他知道 因为这个电厂处在你这个地方 你的邻近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 基本的对电厂发生事故时的认知 依照福岛撤离范围二十公里来估计 核一核二核四厂疏散范围扩及整个台北市 核三厂撤离范围涵盖三分之一个屏东线 而疏散范围会随着事故严重性而增加 就是美国人在日本要离开核电厂要八十公里 所以可能从基隆已经过了 差不多新竹了 那南部发生事情可能高雄也报销了 临近核二厂的金山区 居民两万多 大多都是老年人 福岛核能事故在这里泛起联姻 居民感受特别深 房灾观念彻底落实 当务至极 最后有香港说什么 我 如果说发生事情要得到那里 你们知道 不知道 讲习的活动是有啊 但是我没时间去参加 要心里要为与筹谋 要心里有个底 要一个计划 日本福岛核能事故震惊世界 拥有核能的台湾更应该当作借禁 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好好检视核能安全 而民众对于核能防灾与应变 更需要加强提升 居安思维的态度 才能将核能防灾的危机变成转机 有核能防灾的危机变成转机 有核能防灾的危机变成转机